我們現在金箔海膽搭熟成的牛肉一起吃吃看 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著橋 我是寶伯 我是文 今天我們來到了大阪 要吃人氣燒肉屋,蛋馬屋 這家店是以燒肉為主的 然後我們今天運氣很好做到各式的六人座 然後這邊看著這個古色古香的 我喜歡這邊的啤酒超酷的 是這樣子自助室的,你今天自己倒就可以了 用嘴巴會去接 誒,東京算了 已經大阪了 剛剛服務生幫我們倒完 然後這邊的啤酒就真的是從這裡倒出來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技術器 會告訴你倒了多少錢喔 倒滿一杯,價格大概是220塊 這個那麼小球,你為什麼要拍照 因為這個汙泥實在太強了 它混合了熟成的燒肉 這樣一小個上面有金箔就要950 好啦,我們請問吃吃看這個高級貨 好久沒吃金箔了 緊張 我現在金箔海膽搭熟成的牛肉 一起吃吃看 爆發了爆發了 因為它的海膽跟它的熟成牛肉都非常新鮮 所以那個海膽有點像醬汁一樣 然後互相把對方的鮮味逼到一個極限 哇,我們今天點了熟成的燒肉的套餐來囉 看看這個油花分布就知道,不得了啦 首先上什麼肉 沙浪牛排 哇,看這個大小就知道沒在開玩笑 一整塊牛排 下下去啦 哇 熟成的熟成的 我跟你講這個 下面還可以看得到海 好,我們把第二塊也給它下下去 這個肉大到它整個就把那個鐵網都炸滿了 哇 幸福的燒肉 結果 Yes 哇 這個 Oh my god Oh my god 耶 這一樣棉被給它蓋起來啦 真的 摺棉被啊 長冰摺棉被 摺三摺啦 好,我們就來試吃這個 棉被沙浪牛肉 多大多大 這張棉被燒肉沙浪跟 臉一樣大 真的,通常是雞排才這麼大 就是牛肉沙浪牛排這麼大對不對 超誇張的 試吃時間 先沾一個燒肉醬 哇 哇,這個超好吃 黑手飯 它這個沙浪啊 油脂非常的夠 可是不會感覺太肥 然後搭配上 它的瘦肉的口感也非常的鮮嫩 吃起來會覺得太爽 什麼叫幸福的滋味就是這個啊 這個 這個 油花的分布也是 不得了啦 家店的肉質是屬於肥瘦四斬 我覺得 油花不缺,但是它的瘦肉也很嫩 看這個肉真的 超厚的 試試看吧 喔 這次的嚼勁十足耶 好吃 以上就是這次的蛋馬屋的介紹啦 我是浩波 我是文 下次見 掰掰 第一次的蛋馬屋 就算是鮮的 就算是鮮的